《針言》第28、29章 惡人雖無人追趕也會逃跑 異人卻像獅子一樣無懼 國家腐敗,政權易被推發 但明智而有見識的領袖能使政權穩固 窮人欺壓窮人如同暴雨摧毀穀物 抵制律法就是稱讚惡人 遵守律法就是跟惡人抗爭 惡人不明白公正 跟隨上主的人對他卻心領神會 作誠實的窮人勝過作詭詐的婦人 遵守律法的青年是明智的 與流蕩人為有的青年使父母蒙羞 放高利泰得來的錢財 終會落入善待窮人的人手中 漠視律法的人他的討告是上帝所憎惡的 引有正直人走上罪惡道路的必調進自掘的陷阱中 但誠實的人必承受福分 婦人自以為有智慧 有分辨力的窮人卻能看透他們 異人亨通人人高興 惡人當權眾人躲避 人若掩蓋自己的罪惡必不亨通 人若承認並轉來罪惡必蒙憐憫 不敢做壞事的人是有福的 明患不靈的人必遭大難 對窮人內說 邪惡的統治者 與咆哮的獅子或襲擊人的熊一樣危險 愚患的統治者必壓迫百姓 憎惡腐敗的人必得享長壽 殺人者飽受煎熬的良心 會將他趕進墳墓 人不可包庇他 無可指責的 遭害必蒙拯救 行事詭詐的 必突然被消滅 辛勤工作的 糧食豐足 追逐虛幻的 貧困療賭 忠誠可靠的 必得重賞 急於發財的 必遭禍 偏心癱惡實在不好 但有人只是為了區區一塊餅 而犯罪 貪男的人急於發財 卻不知貧窮就要臨頭 人最終欣賞的是誠實的批評 而不是奉承的話 人偷竊父母的財物 並說 此有什麼不對的 此人跟殺人犯 沒什麼區別 貪男引發紛爭 倚靠上主的 必能亨通 信賴自己的眼光 便是懸媒 憑智慧行事的 必得平安 周制窮人的 必一無所決 閉眼不顧窮人的 必受助就 惡人當權 人人躲避 惡人遭難 異人 慶旺 第二十九章 固執拒絕接受批評的 必會突然滅亡 無法挽救 異人掌權 人民歡欣 惡人當道 人民嘆息 喜愛智慧的 使父親歡喜 結交妓女的 耗盡錢財 公正的君王 使國家安定 索取賄賂的 令國家 覆亡 向朋友獻味 制在他們的腳下鋪設陷阱 惡人被罪 纏住 異人卻歡呼 逃脱 異人關注窮人的權益 惡人卻對此 毫不在意 好機笑的人 能使全城騷動 智慧人 卻能平息憤怒 智慧人把愚昧人 拉上審判庭 只會招來 漫罵 嘲笑 不得安寧 嗜血之徒 憎恨無可指責的人 正直人 卻努力幫助他們 愚昧人發洩怒氣 智慧人 安靜致辭 掌權者 若聽信謊言 他的謀事 都必邪惡 惡人和壓迫者 有一相同之處 就是尚主使他們的眼睛 能看見 郡王若公平地 審判惡人 他的皇位 必永遠長存 管教孩子 能使孩子有智慧 放任的孩子 使母親蒙羞 惡人掌權 罪惡重生 異人卻必活著 看見惡人跨台 管教你的孩子 他們就使你平靜 安寧 心中愉快 不接受上帝的指引 民眾便會恃無忌憚 遵守律法的人 卻是有福的 單憑言語 無法管教僕人 他雖能聽懂 他不放在心上 信口開河的人 連愚昧人都比他更有指望 博人若從小受中容 將來必定反叛 憤怒的人 挑起爭鬥 暴躁的人 犯各種過錯 驕傲 終必蒙羞 謙卑 帶來尊榮 幫助盜賊 只會傷害自己 即使別人要你起誓說出真相 你也不敢作證 懼怕人是危險的陷阱 倚靠上主就是平安 許多人想討掌權者的歡心 但公正是從上主而來 異人藐視不義的人 惡人卻藐視正直的人 謝謝大家